嗨大家好,我寬 妳好 今天呢 隨著時代的進步啊 相信呢很多職業都即將面臨被淘汰的那個命運 我們今天呢就是直接帶你們來到台中四間 無人商店 無人商店越來越多意味著什麼 失業的人越來越多 究竟這種產業是好還是不好呢 我也不知道 你們自己來決定啊 不過呢我們今天呢就直接帶你們看 有什麼東西已經被做成無人的樣子了 我們就不要講那麼多 直接去 來這是我們今天第一間 無人商店 長壽店 他在烏日 有點隱密 上網都找不到他的地址 嗯 可以進來看看好了 現在呢來到了這間店的門口 還不能進去喔 你要先掃QR Code你才能進去 我們現在馬上掃掃看 開門 今天賣場請掃QR Code 喔開了 好酷喔 欸燈也一起開耶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了 我們也是第一次來 所以我來看一下他裡面有在賣什麼東西 好奇怪的感覺喔 你看 完全沒有電源 然後還有一面大鏡子 大鏡子感覺就讓這家店看起來很長一樣 其實還好 他這間是屬於雜貨店 雜貨店代表什麼 代表他幾乎什麼東西都有賣 還有這個充電線啊 什麼家具 微笑鬧鐘 之類的 電文牌也有 反正就是一些雜貨啦 好啦實在是不知道要買什麼 我們就先買一個樂事 我們來結帳看看 真的蠻期待的 你看他這裡還有這個東西 這個是他綁住的 雖然我不知道這要怎麼用啦 我們就一起來研究吧 好 我們選擇來配 我們已經完成結帳了 對 出口就開 拿到交票出口就開了 結束 好啦我們已經成功買完了 他的付款方式呢 其實蠻簡單的 然後有搭配很多種方法可以付款 而且我們剛剛發現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我們把商品拿去還 他不是有個標籤嗎 然後把標籤拿去這裡還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原來他有送一個這個小牙籤 牙線啊 喔對小牙線 對 而且牙線裡面還有五個 很好耶 對我們剛剛要把那個 電子標籤還回去的時候才發現的 欸他有送椅牙線耶 真的耶 我平常很喜歡用這種東西 然後他就是有個盒子 可以一直重複利用 這個加分加分加分 超加分 好那我們現在呢 無人商店逛完了 我們要去逛另外一個無人商店 直接出發 等一下再跟你們說是什麼 GO 好了我們來到第二間了 第二間呢我們曾經有拍過影片 所以呢第二間的部分可能就不會多說什麼 就大概帶你們看一下他的樣子 讓以前沒看過影片的人看一下 好 走吧 這個呢就是他的老闆 老闆本人在這裡 然後他有一個Menu點餐嘛 他這裡都是他的菜單 但是 等一下他在跟我們打招呼 欸 這他的機器手臂 對 那我們回到菜單的部分 呵呵 要讓他回正題喔 對 菜單的部分呢我個人是認為啦 偏貴 嗯 好不好 但是Ryu也有說 其他外面的飲料現在也都賣30塊 對啊差不多啊 那我們今天呢就不買飲料了 因為我們之前有買過了 不是因為他不好喝喔 是因為我們下面還有一間飲料店 所以我們回去那邊買 嗯 就是那間沒去過喝喝看 好 對 你可以大概看一下他的機器手臂長這樣 他的機器手臂上面墮落惡魔角 欸 真的耶 欸 之前來沒有耶 對啊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網美牆 就是很適合人家就是買完之後 真的打卡 嗯 而且他在逢甲大學的旁邊 摩斯漢堡這裡的對面 星巴克這裡 是 還不錯啦 蠻近的 剛好我們下面一間滷味店呢 也是在逢甲 欸滷味店喔沒有聽錯喔 無人滷味店 直接去吧 然後我們來到第三間了 第三間呢很特別是一個 無人滷味店 我們六年呢已經迫不及待了 他先買一瓶紅茶 壓壓驚 好 我現在要看最上面那瓶紅茶 才四五塊 然後是最後一瓶 所以要被他買走了 還是你要喝奶茶 但奶茶比較小 奶茶一樣小 三十塊 喝奶茶 你看他還有很多 像雞肉啊 雞熊肉 鳥蛋 上面還有什麼 七大醉啊 反正很多滷味 豆干百葉 喔好多 我先投一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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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按二號 喔他就是自動販賣機的樣子 對啊 OK 然後你們以為最簡單的就是像自動販賣機而已嗎 並沒有好不好 給你們看我身後 有沒有超厲害的 他裡面還有內用區耶 這內用區超酷的 他這裡面超大的 這感覺半夜好像無聊來這裡坐 三五好有來這邊聊天 還有微波爐 跟你們說 這間店是二十四小時的 就像我們今天要去看的 都是開到晚上十點 然後這間店呢 是二十四小時營業 所以不管你哪時候來 好不好 都是有位置的 超酷 欸你還想要買什麼嗎 我覺得我們要不要買那個 他寫CP直報表 好啊 隨便賣 買啊 還是你想吃沙拉 我想吃隨便賣的 好 那我們就看隨便賣 裡面有什麼 我們的隨便賣 掉下來了 感覺他那個是放在上面 然後你就隨機他放什麼 你就吃什麼 看一下是什麼好了 這感覺是什麼 感覺是滷味耶 五味雜產的滷味 裡面有豆干 等一下拿起來吃啊 米血百葉 走拿起來吃 好我們去裡面吃 你怕他微波爐裡面還有教你用 多少耶 嗯 我們剛買的是隨便賣 然後要兩分鐘 對 小火兩分鐘 okok 照著他做吧 裡面還燙燙的 小火 兩分鐘 ok 好我們的微波食品搞定了 耶 你吃吃看快點 這就是我們的隨便賣 這麼調皮喔 甜不辣 好吃嗎 我剛剛有聞到 一點點香味 還不錯餒 我覺得如果這個東西啊 你半夜嘛 想要跟好朋友來這裡吃東西喝飲料 然後剛好店家都沒開 有沒有 裡面 真的 現成的地方還有想吃的東西都在這裡 而且24小時 對啊 誇張耶 我覺得很推喔 而且我們剛剛就是在這裡拍嘛 旁邊有陸陸續的客人來 然後他們都會說 好奇怪 我第一次遇到耶 他有一些是說 不然下次來看看好了 對啊 它裡面的米血好好吃喔 米血超入味的喔 誒真的方便 光是方便度我就給滿分 他隨便賣裡面大概有五樣商品 五十塊而已 趕快喝一下紅茶 吃完滷味 喝個飲料 不為過嗎 啊怎麼又喝過了 又NG了 真的舒服 爽喔 爽 他的紅茶不是全糖 所以 推薦給不敢喝太甜的人 可以喝這個 很解膩喔 我覺得這家店很漂亮 很適合大家一起在這裡聚會聊天 情調也不錯 重點是在逢甲市區裡面 不是 重點是無人 無人 全自動的 對 對對對 未來的趨勢 叫做2-4 再見 好 好啦 這就是我們的第四家 第四家呢 就是在義仲街裡面的 無人飲料店 誒 這無人飲料店是 滿新開的耶 對啊 而且他賣的飲料都很特別 我為什麼會發現呢 是因為我們 上一支影片在吃雞排嘛 然後在第二家的背景 剛好就是這家飲料店 所以我也把它記錄下來 而且他整個店內超明亮的 而且他的音樂播的很科技感 他的環境就是整個都是 鏡子 然後還有一些邊框亮亮的之類的 滿帥的 那他的飲料呢 我給你們看一下 他飲料在這裡 也是比較偏貴的 但是他是奶茶類比較多 還有咖啡什麼的 跟剛剛那間不太一樣對不對 對 而且他這裡很特別喔 他這裡 飲料的內容 他都後面有寫 我覺得還不錯耶 因為我們剛剛還在想說 查一下防彈的意思是什麼 結果他這裡就有寫了 不錯不錯 而且他這裡還有 冰啊 跟甜度表 然後四小時就會換食材啊 這個我們參考就好了 那這裡有付款的說明 好那我們呢 就直接點個飲料 我們剛剛已經選好了 我們要點的是 絲絨奶茶 OK 好按 冷的 加入餐車 OK 一樣他很多種方法可以選 對 好像現在都這樣耶 那這樣他不能用現金嗎 如需現金交易 請按住三方物理 我們按一看吧 好按一看 會不會有人跑出來 應該會喔 結果按現金 真的有人跑出來 我傻眼 開始做了 他開始做了 在哪裡 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現在不知道他在幹嘛 可能在裝雞茶之類的吧 他動了 在裝奶了 好想裝完了耶 瘋魔 好了 再拿起來 乖來 走出來 走出來 得到了耶 其實我們整個買的過程了 大概 四分鐘左右 就是從我們點餐 然後到結帳 玩到拿到飲料是四分鐘左右 還蠻快的吧 對啊 算快的啦 感覺如果我們一般去飲料店買的話 其實也是差不多 如果那間飲料店也是要排隊的話 你可能等五到十分鐘左右 都有可能 那這個的話就是 三分鐘左右 你喝喝看 好 喝禮 好特別喔 它跟外面奶茶味道不一樣耶 真的耶 有種厚厚的味道 厚厚的味道是甚麼 就是感覺會在餐廳才會喝到的奶茶味 有點像 泰式奶茶 喔有一點點 我覺得好喝 對好喝 但是如果它便宜一點的話 我可能會再來買 對 六十塊是比較偏貴啦 六十塊通常都是可以加珍珠麵 我覺得我們有體驗到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你們也可以來體驗看看 只是剛剛那個 按現金然後突然有人衝出來嚇回跳 對啊我傻眼耶 而且很快 它好像就躲在裡面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不想要看到人的話 你就用那個 自動付款 不要點右邊的服務鈴 你會看到人 我想再跟你們打岔一下 不好意思 就算我們剛喝完的時候 然後旁邊有客人 他點了檸檬的 然後他的檸檬居然是 機器切的 然後一片一片這樣切下來 我傻眼 所以我呢 我跟六一又再去點了一杯 我們點的是檸檬紅茶 我其實看那個檸檬啊 他是從機器這樣一片一片切下去 我覺得超屌的 哈囉 好 應該也滿好喝的吧 我覺得會挺酸的 不會酸 不會酸 是很清爽 外面賣的檸檬紅茶 通常都是我記憶中國是很酸很死甜 嗯 對 鋁箔包的那種 嗯 但是這個檸檬紅 你是不是擦到眼睛 對 這裡賣的檸檬紅超級清爽的 他有點像檸檬茶 對 沒有到酸的感覺 但是很涼 然後也不會就是 太甜 甜的會讓你覺得口乾舌燥 像那個雀草檸檬紅茶 我就是超不喜歡喝的 我也是耶 還有Costco的檸檬紅茶 我也不喝 對 那個太甜 嗯 這個還好 這家家的無人商店飲料都還不錯喝 這家是滿推的 目前無人商店裡面 這家算是飲料最好喝 然後環境也最科技的 對 最特別的 對 好啦 我覺得這家不錯 你們如果有來一中介可以來看看 滷味也很好吃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請坐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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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